丁丁猫的讲故事时间 宝友们,你们有多少是上古卷轴,巫师,刺客信条大革命的老粉呢? 还有像是全游的老粉有吗?举个手扣一我看看 这些游戏和剧集吧,除了剧情和游戏操作方面 相信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类欧洲中世纪背景的文化了 比如各自围居的大小王国,大小城邦 随处可见的各种城堡,有豪华的,有平凡的 根据地理位置,风格各异 所以你们有没有想过,居住在城堡里的人们都是怎么生活的呢? 今天让我们浑穿14世纪的欧洲领主,感受一下中世纪贵族的一天 你作为城堡的主人,日出的时候就该起床了 从500平米的大床上 从铺着羽毛床垫和毛皮毯子的大床上醒来 你住的卧室叫做阳光房 倒也不是说这间房间就充满阳光了 虽然当时城堡中主人的卧室大多会选择建在采光比较好的位置 因为城堡大多是用石头建造的 所以当时城堡里大部分的区域是非常阴森寒冷的 因为这些石头非常坚固,可以有效的御敌 尤其是火工 但是保暖和采光却非常差 一直到12世纪前,建筑技术都比较简单粗暴 所以也没有办法在城堡里建造宽敞的大窗户 石头房子加上那么一丢丢小窗户 豪华牢缝套间这属于是 13世纪后,随着建造技术的发展 采光问题才有了显著的改善 房间里增建的壁炉和墙上挂的毯子 也能起到一个除湿保暖的效果 起床以后干啥呢?先拉个城屎吧 中世纪的厕所叫法也是比较委婉 通常叫做garter robe 原本是衣柜的意思 后来才逐渐衍生为私人卧室啊浴室啥的 虽然比起现在的厕所来说是太简陋了 但是城堡里的厕所和平民的厕所相比 那还是非常豪华的 城堡里的厕所是伸出墙外的 内部则是一个中间被掏了个洞的木质马桶圈 蟹头会通过马桶圈直接掉入城堡外墙下方的污水坑里 定期会有人清洁 有护城河的城堡呢也会把厕所设计成 让蟹头直接落入护城河内 如果这是人工挖掘的护城河呀 也就意味着这一圈都是死水 那一到夏天那个味儿啊 不臭不臭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城堡都这样了 厕所墙上有可以通风的小窗户 厕所里还会放一些带香味的草药和鲜花 防虫又进化空气 再用甘草和苔藓当草纸清理完以后 厕所就算是上完了 如果排便通畅的话呢 此时应该天色上早 你通常会先去城堡里的私人教堂听弥撒 然后简单的吃点白面包配葡萄酒当早餐 城堡里通常一天会准备两顿主食 第一顿最早要到早上十点才会提供 吃完早餐 你先和管家了解了一下城堡中的内务情况 然后就要开始一天的工作了 作为一个伟大的领主 你的工作呢就是处理税收问题 查看供应库存等等 与此同时你的妻子则可能在做刺绣 当时的女性地位并不高 贵族女性相对来说是会好一些 但主要的职责吧也就是负责生儿育女 一天的大部分时间 夫人都在监督仆人们的工作 同时还要安排厨房准备菜肴 而城堡里的其他仆人 包括厨师 医生 骑士 牧师 修女 士兵等等等等 保守估计至少有一百来人吧 他们的生活就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想看的小伙伴抠一 哎算了别抠了 我先不给自己挖坑了 想看的小伙伴呢 你们可以期待一下 终于来到了午餐时间 通常你们的午餐就是简简单单六道菜 当然如果你准备招待客人的话 菜品会更丰盛 午餐是在大厅里举行的 大厅可以说是整个城堡最豪华的区域了 比如这样的 这样的 或者这样的 极尽奢华可以说是 作为城堡主人 你自然是要坐在最高贵的位置上 也就是远离厨房的大厅尽头的主位 其余的宾客会按照身份高低 依次在长桌旁就坐 14世纪时候的欧洲城堡 在有地毯之前 地上通常都会铺满灯芯草 每隔一段时间呢 仆人就会更换新的 不过早期的时候 据说能在这些草下面发现什么油渣啦 吃剩的骨头啦 狗蟹特啦之类的 咦 我哆啦A梦的口袋都要让它三分 一定有保友问了 所以到底吃的是啥呢 简单来说就是肉 蜜特 当时特别流行吃野味 什么鹿肉 野猪肉 天鹅镇骨鸭子肉 孔雀刺猬鸽鸽肉等等 反正把能抓住的都吃 大家还是别吃野味啊 吃点简易过的肉它不香吗 由于当时叉子还不是很普及 你也不会给客人们提供餐具啥的 顶多偶尔提供勺子 所以客人们随身都是要带刀的 就要用刀来切肉嘛 人们也会直接用刀插着肉送进嘴里 当时的乳制品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享用午餐的时候 现场还会有小丑 杂耍等等娱乐活动 一顿饭呢 通常能持续两个三个小时 加上晚餐一天可能有六个小时 都是在餐桌上度过的 吃饱喝足 天气好的话 你通常会选择出门打猎或者训鹰 天气如果不好的话 就待在城堡里下下棋咯 时光飞逝啊朋友们 一转眼就到了晚餐时间 想请请挑转到前面的午餐时间进行回味 晚餐后你通常会听 银游诗人讲讲旅途中的新闻和故事 或者随意聊聊天 等感觉困了打算躺床的时候 作为中世纪领主的你 在城堡里一天的生活就结束了 可能会有保友问 洗澡呢 不洗了吗 虽然传说中的中世纪人们很不爱洗澡 怕毛孔张开容易得病啥的 但其实吧 当时的贵族们还是很爱洗脸的 当时特别流行用酒精擦拭身体 起床后也会用水盆里的水洗手洗脸 家中呢 也的确会是常被浴缸 而且还会使用很昂贵的草木灰灶和精油 当然洗的频率吧 是没有我们现在这么频繁 而在中世纪城堡度过了一天的你 今天决定不洗澡 救咪 喜欢这期视频的话多多点在投币收藏吧 这里是好故事我的帮你盯的叮叮猫 周一周五更新 关注我下期见